把患者找过来 发声明 公开道歉 好 我知道了 这有什么破事 什么事啊 田大夫 田大夫 我昨天来过 忘了 怎么又是你啊 我工作没完成 我肯定得来 我跟你说 我们医院现在 一大堆的乱事 你说你怎么就 知道了 知道了 看见了 这什么涉嫌欺骗消费者啊 反正就各种黑幕 挺热闹的 哎 我觉得如果再加上一项 刁难阻挠公安部门 矩阵调查工作的行为 这应该更吸引研究 来吧 田大夫 如果实在觉得危难的话 我就找院长谈 如果再也不行 我马上回去 让我市集出个文件 是吧 但我觉得到时候 可能就不是我一个人 在这儿跟您谈了 那就一大帮起脚 呼了一下就行了 不是 那个 行 行 我这脑袋现在一团乱了 一脑门子关死 行吧 那你 你 在这儿等着 行 等着啊 好 来 不是让你回去反省吗 这么快就反省好了 是 昨天不是不给吗 今天怎么就给了 跟我们交流交流经验吧 陆大警官 就 冬至以勤 小之以理 讲的事实百道理呗 我们要的是包娜娜的这个资料 你找这么多人 这个叫李静的 怎么跟包娜娜长这么小 周队 这个女孩 应该就是 扣扣昨天看到的那个女孩 而且据整容医院的人交代 告诉我 他们医院所谓的私人定制 其实就是几个特殊的模式 包娜娜在整容的半年后 又有一个叫李静的 救这个女孩去整容 而且整容医院 把包娜娜的案例 推荐给了李静 李静就按照包娜娜的模样 整了个一模一样 那就是说 我们费了这么长时间调查 其实 无非就是证明了 死的是包娜娜的本人 这个李静 是一个整容的跟包娜娜一样的 一个模板而已 对 但这个李静登陆的身份是假的 假的 伪造的 而且更奇怪的是 在包娜娜出事的三天后 又有一男的到了备言 想查包娜娜的资料 这个男的是谁 不是啊 他只是简单地问了几句就走了 就对 在我回来的路上 我有一个想法 说 你说咱们查了这么久的包娜娜 都没有任何的疑点 现在又蹦出了一个 长得跟包娜娜一模一样的李静 你说会不会是凶手 凶手想杀的是 李静而不是包娜娜 杀错人了 对 没错 这个分析确实有点怪 但是就目前我们所掌握的 所有的线索来看 这个是最合理的 陆浩 你太草率了 你去整体院怎么跟我说一声啊 害得我白跑一趟 这我都不生气啊 最可气的那个大夫 按着那儿给我推销 他们什么整形套餐 按他那说法 就我这张脸得大修 我这张脸得大修 行了 行了 别说了啊 别说了 抓紧时间把老吴和陈一叫回来 咱们现在要全力以赴 把这个李静找出来 怎么又出来个李静啊 赶紧去 太草率了